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 are watching TWICE TV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們說的是什麼厲害的 就是這一架 我們3.75吋 Dinjarin的座架 Razer Crest 這個據聞就是一個Kickstarter的項目 即是說你要一早給定錢 其實大公司來說 Kickstarter有沒有什麼需要呢 其實沒有的 資金上沒有的 研發也沒有的 不過可能它可以拿一個平衡 即是看看市場反應又如何 亦都可以不需要做這麼多 因為其實以往 Star Wars 無論是3.75吋 或者是6吋 甚至是小一點的 一些大型的載具 其實我們當然會看到 有不少的款式 就放在大型連鎖店裏 制銷 當然跟香港的大小關係都有關係 外國是不是很暢銷過香港 我相信一定是 但是你說是否有死貨 我可能覺得也會有 所以最近它連續幾個大型 包括一隻藍獸Ranker 其實它都是採用Kickstarter的做法 這個Racer Crest 其實是一個很成功 因為據聞一來很快就爆了 而且呢 到現貨牌其實很好的地方是沒有的 所以一貨難求 基本上這隻Racer Crest 其實一定要是Kickstarter 預先付錢才行 當然二手市場合目應該是有的 相對好像聽說 香港也有些人問 應該說 徵求的時候 可以付五千塊 六千塊 但是值不值得 不如我們一齊看看吧 嘩 看到桌上這個就是這個 The Mandalorian The Mandalorian The Razor Crest 就是它的座隔 沒錯現在你看不到我的樣子 看到我的手 因為實在要這樣遠鏡 才能看到整隻產品 當然 可以近一點的 當然外面一定不少 可以有一個飛盒卡通箱包著 這個就是我們叫彩盒 14歲以上玩的 Heads Lab 不會錯了 Designer Heads Lab F09300 Anyway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Racer Crest 說明書 相信都看到了 嘩 剛剛好 多漂亮 今天很多司機可以看 我當買了 這個很明顯 是在底座 我不開這個線 看這個線 是隱藏了一些 第二個配件 這個是應該人家 Basin Radclash的腳 那現在呢 應該是受到的力 我看Basin出來的效果 OK啦 因為膠料 看起來應該是PVC 硬PVC 有些彈力沒有那麼容易脆 就是ABS會爛 好了 另外兩隻腳 但應該是看過照片 是像PVC的 那這個也都很合理 如果ABS就太脆 不夠力的 現在這個呢 有些力的 可以成功 這些呢就是Han Solo 被人Curbanize之後的 一些 兄弟 當然不是Han Solo 有隻Griddle 星球的人 另外一個 這個呢曾經在第一集出現過 Mandar Warren 是Series 1 第一個追輯的一個 通常呢 追輯完之後 拉到呢 都是將它凍結了 這樣了 Curbanize 嘩 有一點驚喜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呢 在這些巴刀紙的 山果紙下 有兩個卡裝的Figure 沒錯啦 就是傳說中 它們的卡裝的Figure 即是連同一些 限量版的Figure 逐個看 Google 很細小 很細小 嬰兒車 我先叫嬰兒車 傳統的classic的卡裝 咦 不過這個呢 有點驚喜 我看到這個嬰兒車 是電鍋了的 顏色 很亮的 在劇裡面是不是很亮的呢 顏色 Aphala 7 這個星球裡面的 那隻 Off-Wheel Drawer 是掌路來的 它說 對 你見到這個牌子 這樣啊 這個Jarwer 真的沒出 頭的Hood的位置 Hood的位置 就是膠的 然後這隻布件 最多人說 就是這隻 這隻 獨角獸 獨角獅頭的蛋 就是 Jorning拼命呢 拿回來 它就是交換 Racer Quest的零件 它偷了Racer Quest的零件 就拿這個蛋 打生打死 Google救了 Jorning回來 就是拿了這隻蛋 接著這傢伙 就拿八刀一下 東西削開 原來就是吃裡面的蛋黃 就是這樣 其實那時候 你很辛苦追尋回來的東西 原來呢 咦 看人家的眼中 只是一頓飯而已 嘩 這個很漂亮 啤的都很漂亮 應該是別的材料來的 或者PE都不定 PET都不定 因為這麼亮麗 應該要那種材料才行 好了 PVC做不到 這個賞色是有驚喜的 它當然不是純電道的銀色 但是跟劇場那種金屬銀是接近 所以當然不會銀到光亮 但是它是偏銀鏡的飛機 這賞色是挺用心的 另外兩個標誌性的大引停 全部目測都是在賞色 不是原色膠 這個像它的原色 這個青青的 藍藍的 灰色 而 它當然 它應該也是 灰銀色的 原色的一件 但是這裡你看到 是金金的 香氛金的 全都做了舊化的 這個是在七十年代 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在鞋子堡這隊大玩具公司 出玩具來的 是不會做這件事的 就是這樣的 特別的圖裝 好了 這裡有一個部件 其實裡面就是 Java拆光它 拆到只有殼 拿走裡面的零件 就回 這個 又另一部分 咦 又雷了機器出來 那其實是否可以拿走它呢 因為其實在機裡面 它拆到散光 只有殼 很慘 這個引擎 好似噴射機的引擎 當然有透明件的光效 橙色 那 這個真的很像 現在的民航機 那些引擎 那樣的布局 由於是左引擎 和右引擎的分別 我不特地再重複了 好了 一堆 一大堆什麼來的 氣玉到了 一大堆背囊 其實在機艙裡面 都見過類似的 就是它的裝備 很多武器 在武器裡面 很多裝備 裡面裝了很多東西 這堆似乎是裡面的裝飾 來的 窗 什麼都有一些 這堆窗 劇裡面很好笑的 就是它 全部測試這些東西 對焦 好最後一個 重點 就是和它完全匹配的 3.75 Dingerina OK 這些這麼大的工程 相信一定是好的 好好做得很好 作為大人玩 覺得它沒有儀器 沒有很大的空隙 鬧位 即是開武技術 又用心計分精進 因為可以快一點做 作為小朋友玩 亦都很方便在組裝 這種方式的玩具 就應該可以受得起 比較粗魯的對待 有它聲的 兩邊都有 所以挺好的 但是當然你說 這麼大價 是不是已經可以再精神 其實可以的 但問題是你要看看 到底價錢又怎樣 是不是 OK 這個呢 是可以拆的 這個版 其實如果整個拆光 就好玩 這個呢 就放Dingerina 劇裡面 我不會覺得它這樣躲在一個狼裡面 它真是奇妙 就是 當作一個 讓你好好安置它 其實不是真的粗 你要試它 如果你的玩具 不斷搞兩天散開 那些 其實就不可價格 就算是collectable 也有playable 把握 打開就好 這些好 星球大戰 那些 原來是原本的 那些 這邊呢 打開這裡之後 這裡還有一套門的 嘩嘩 嘩 嘩 這個就是另一套門 原來這塊也能拆 嘩 有detail 上色 那 對得住 對得住大家 這裡有很多勾 都可以拆回了東西 明顯呢 上面這部 這部 這部份 是全能拆開的 不是等稱地兩邊都可以打開的 集中了火力呢 就是在機身的左邊可以打開的 機倉蓋都可以打開的 哦 這裡呢 有個按鈕的 是好很多 這裡有個按鈕的 一按 嘩 整個彈出來很開心 好了 那 全部都做了舊份 抹職的 是 當然啦 高手門當然會再好些 但是 所以我做了功夫 不如這些 幾個層次的那些 其實是底下的 全部抹職的 你看到 好像有些很舊的 痕跡在底層那邊 面層就光滑些 磨蝕了的 那 算是一個 新的 附加值啦 那這邊呢 就是那些 他踩的 那些 吊來吊去的那些 嘩 好玩的 就是吊著這些 被囚禁了的人呢 吞來吞去的 嘩 好玩的 這裡呢 吊著 在那邊吞去 都有一些衣架 但原來是一些囚犯來的 幾個第四 這個 這個 其實挺好的 就是恢復在classic 里面 即是 一些 舊的 即是舊的情景 或者特殊 氣氛呢 都 在那裡融入 在新的劇集里面 當然呢 他有武器庫的 武器庫里面 你就可以將一大堆的武器 擠回去 的 好了 那 這裡看到的機頭 好了 B 槍 只有這麼大 緊緊坐兩三個人 記得那個青蛙 是不是青蛙呢 青蛙媽咪 就好像 就坐後面 那 GOOKU就坐另一邊 把蛋吃 好 那裡面呢 看到一些 操作 乾 操控乾 這些細節 當然 玩具 級數以上 一點 味道 collectable 這裡面呢 因為如果做了裡面的 這些 聽到的燈 就不是這個價錢的了 那當然 這個價錢 可不可以再多些東西呢 其實可以的 但是 大公司的操作呢 就是這樣 就要安全 實正 性價比 其實運送 都要考慮 OK 那整個機倉就 通透了 很清楚 有些 Kait 真的很好 ワンダロイン 是不錯 因為我一次過看完這麼多集 追完兩集 而不是那些人用兩年時間去看 或者是一年多時間去看 現在看到波波的發展感受都一樣 七集來說,節奏的進度是比較慢一點的 如果每個禮拜看,但很快就過了,但好像有點慢 但其實一個禮拜播一次,其實挺適合我們小時候看劇 都是一個禮拜一次,整個系列就好像停下來慢一點 但大家消化一下話題,出產品就好一點 我覺得不是壞事,我自己喜歡一個禮拜一次 都不需要太多,慢慢追,追好一點 當然現在流行就很流行,有一次我都追了十幾集 和幾集追,但這個我覺得很辛苦 對一些成年人來說是很辛苦的事 好啦,所以我大致上都介紹了一些功能,可以怎樣開合件 這個就是我們Hashlab出的Kickstarter的Racer Quest 真是有點難度的,現在市面上可能沒有了 可以全部都要Kickstarter去支援才有貨值 要不然就沒有了 那原來呢,我看看這個很漂亮的膠座 其實真的是膠座來的,是透明的,終於明白他的苦心了 那你組裝之後呢,其實整隻Racer的觀感是不覺得很暗的 一放進去呢,非常適合一個卡位,卡住就成得很漂亮的了 一個非常之大件,但又精彩的一個產品 純粹大家去看一下開心,其實買上一個很漂亮的回憶 或者喜歡去粉絲對他玩,其實就很開心的 但是這個座是很穩陣的 這個座呢,我覺得真的有一點點 collectible級的座的感覺 是一個 有一點點注意呢,不是吐槽的 是引擎後,是比較難拆開的 那就不要打算拆開了 其餘呢,我覺得都非常之完美 上色那些其實我覺得是非常之合格的 了んで了解